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八分电影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电影是《墙里的声音》 这是一部17年上映的恐怖电影 虽然说是恐怖片,给我的感觉却像是发射了一枚糖衣炮弹 直到最后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电影是我们非常喜爱的龙妈主演 虽然龙妈的眉毛十分的强细 但也确实为这部电影增色不少 电影开头就是一个古堡里 小主人的母亲曾经是一位十分优秀的钢琴家 但是去世了,她感到十分的伤心 从此之后就变得沉默寡言 于是男主人为了让儿子高兴 并请来了一个又一个的护士 希望可以治疗儿子 可是丝毫没有卵用 紧接着咱们的女主角龙妈饰演的护士小娜上场 小娜也算是尽职尽责 可是小主人始终都对她爱搭不理的 晚上小娜发现男孩趴在墙壁上 似乎在听着什么 小娜拍了拍男孩 结果男孩却疯了似的跑开了 还横冲直撞打破了一堆东西 这个时候女主感觉有些不对劲了 城堡的男主人告诉她说 男孩一直都说墙壁里会传来妈妈的声音 女主就觉得这小子看来不止抑郁 这病自己可治不了 她马上就提出了辞职 但是却被男主人一顿激将法给留下了 在这期间小娜还遇到了这里的年老的女管家 两个人关系处得不错 有一回小娜不小心把衣服弄脏了 女管家既然还为她换上了女主人生前的衣服 小娜嘴上说着不要 笑得比谁都开心 这漂亮衣服一穿 男主人都看傻了眼 随着时间的流逝 男孩和小娜的关系也缓和了不少 小娜和城堡的男主人也发生了暧昧 两人还幻想着和对方做点羞羞的事情 可是男主人还是比较有节操的 她觉得对自己的妻子有愧 不想和小娜暧昧下去 便要以自己的儿子毛病一直没有好为理由辞退她 但是这个时候小娜已经尝到了甜头 天天穿着漂亮衣服 还有人爱 根本舍不得走 于是小娜发疯似的希望男孩可以说话 甚至还打了她 可是打完了孩子 女主瞬间就后悔了 而且她也从墙壁中似乎听到了什么声音 小娜觉得自己确实不对劲 决定还是要离开古堡 可是没走多远 女主就发烧 晕倒在半路 还是被古堡里的人接了回去 躺在床上 她喝下了男主人为她准备的药 可是喝完了药之后 女主变得精神恍惚 还被放到了墙里 在墙里小娜竟然见到了女主人 这时候她才知道 原来这一切都是阴谋 这个古堡有一个神奇的可以让人复活的巫术 而女主正是祭品 自己之前受到的一切待遇 都只是为了让她和城堡女主人越来越像 好符合祭品的条件罢了 而当她能听到墙里的声音时 就代表可以进行仪式了 看完这部电影觉得 果然天上是没有掉下饼的好事 这部电影的情节虽然并不快 但是整体来说画面很温馨欢快 不同于以往的恐怖片 但正是这样 结尾的反转才会有更大的冲击力 中世纪古堡风拍摄的还是很走心 画面也很唯美 这也是一部值得一看的电影 好了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别indo的 那么下期就用这个样的